其实今年休赛期丧失了詹姆斯,球队将会进入到重建之中,而这对于一些年轻的球员而言将会是莫大的机会。 在少了詹姆斯之后,球队的目标将会主要变成培养年轻球员,年轻球员将会在下赛季获得更多的机会去表现自己。 骑士队已经有不少的年轻球员在夏季联赛中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,除了球队在今年休赛期选中的八号秀赛克斯顿表现出色之外,骑士队的两位小将日日齐以及奥斯曼,奄然成为了夏季联赛中的明星球员。 在过去的四场夏季联赛中,日日齐处战两场比赛,分别喊下16分14篮板5助攻,以及25分11篮板2助攻的全面表现,而奥斯曼则审两场比赛,分别轰出15分10篮板3助攻,以及25分6篮板6助攻,二者的表现十分出色。 奥斯曼与日日齐的表现在夏季联赛中成为骑士队的核心,这也是骑士队为何能够在夏季联赛中取得四战三胜的原因之一。 赛上赛季日日齐以及奥斯曼的到的机会十分少,其实赛上赛季的主要目标还是去争夺冠军。 因此在佣人方面,骑士主教练显有机会,给予两位年轻球员,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坐冷板凳的,但无论是奥斯曼还是日日齐都是十分具有前途的年轻球员。 日日齐作为球队的气股内线,在今年的三月份迎来个人的职业生涯高光时刻,曾经一度在五场比赛里,四场打出上双得分的表现,但是无奈机会太少。 日日齐个人表现也逐渐减少,而奥斯曼不用多数,早已成名于欧洲联赛,成为土耳其的头牌球员。 在国际赛场上奥斯曼大沙特上,一度帮助土耳其成为公州境遇,但是在骑士队中也难以获得机会去表现自己。 这两位球员在夏季联赛中展现出来的实力,以及个人的水准,早已超越了其他球员。 若是在下赛季得到重点培养,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打出职业生涯中最为出色的一个赛季。